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童,欢迎收看原神漫画剧情讲解 那由于我想说的前言呢,已经在这个影片中说了 所以这一集我们就不多说了 毕竟我相信你们不是来看我说废话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说剧情吧 再一开始,在海纳西斯约然种地下斗技场中 有个胡子兰正在进行实验 而他实验的素材呢,不是化学物,而是人类 但很明显的胡子兰的实验呢,是以失败收藏的 而此时有另外一个身影出现在了胡子兰的旁边 这是个素材还是没启示呢,科罗伯 主,主人 看来你也没主意了,不如下次实验用你来试试 不,不用了,主人 啊,突然想到属下收到了蒙德语球节前夜的邀请函 不如属下去那边再征收一些素材 蒙德 哼,就给你一次机会吧 我顺便去看看那个东西准备的如何了 哼哼哼 没,没问题主人 慷慨大方而一无所有的蒙德 想必不会拒绝我们愚人中的小小恩惠 哦? 务必拿出让我感到满意的结果 当然了,我的主人 这事一定会临办好 记住你的承诺 这样的酒一桶抵得上唯一栋房了 小少爷真是好气 画面去到了由蒂鲁克准备的宴会上 蒂鲁克为了支持的宴会 准备了他父亲增长的美酒来招待客人 而这些客人中的除了商会来宾西凤奇事 也包括了刚才出现的愚人中 愚人中十一执行官之一 博士 而博士之前政府的对蒙德造成麻烦的魔龙无杀 可以说蒙德是欠了博士人情的 博士一见到蒂鲁克就直接表示还要见西凤奇事团的主教 西蒙 西蒙也刚好出现了 并表示在宴会上谈之间会打扰到旁人的性质的 应该去人方便交流此时的地方教谈 那个人是谁啊 那我们主教都毕恭毕敬的 你才来蒙德 所以没听说过魔龙无杀吧 那是一条一直以来就和蒙德纠察不休的魔龙 在几年前被自卫恰巧路过的博士伸手灭杀了 啊 竟然主教如此提议 我便为诸卫准备一个异事件吧 不过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请允许我一同参加 那准时太棒了 感谢少爷的慷慨 请随我来 各位来宾请陆家主暂时失陪 啊不必担心 见味不断美酒不停 还请来宾们尽情享受欢迎的时光 好吓人 少爷会和那么危险的人物商量什么啊 你还是小想为好干活吧 此时他们去到了医师厅 除了刚才的四人县杂还多了一个人 而他就是西风骑士团的事务长凯亚 虽然凯亚是临时加入知识的交谈的 但很明显的愚人众不是很在意 马上就说了他们的目的 就是想在蒙德找一些人手 他认为愚人众一直以来走在守护大陆 加入愚人众可以说是非常关聋的事情 也没有理由拒绝吧 海亚也马上提问说到蒙德能力有限 而且士林的居民大多数也没有被选中的资质 但相反的这中国的人才应该比蒙德还多吧 所以为什么不直接在这种招人呢 赵洛伯马上说到 至于为什么选择蒙德人 大概就是说想和蒙德打好关系 而且蒙德人也很有潜意啊 只需要选拔士林的青年 经过我们的培养后也一定会成为动良之材的 也就意味着阁下的计划是强制真目 哎呀哎呀我可没这么说啊 哼我没疑问了 因为凯亚的关系 蒙德在自私的交谈中并没有落于下风 此时的局面也陷入了沉默 打破沉默的是迪鲁克 他表示不如我们先回去继续享受宴会吧 反正现在也没有进展 愚人众也只能接受 也为他们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 因为愚人众的真正目的 他们大概也是知道的 因为愚人众之前带走的孩子 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消息 就算有保密制度也太不合理了 所以这个提议绝对不可以答应 也认为如果我们再抢一些的话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你的父亲也不会白白牺牲 你也就不会离开骑士团的吧 老爷已经准备好了 那就回去添酒吧 也是花旧车员的 回到宴会的愚人众 博士对于这次的交谈感到很生气 因为这个耽误了他太多时间了 夏洛伯也没人圈住博士 此次卡亚出现在一旁 说到如果要求再放宽一点 一切都好说 当然我们也不会让你们难办的 为了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准备了可以表达诚意的保理了 听到这里刚才还不想答应的夏洛伯 被卡亚说的礼物吸引了 而礼物就是蒂陆克家的酒 看见这么多美球在面前 很明显夏洛伯感到很开心 还打算多来一些回去 同时其实他也不打算放宽要求的 还说要让他们人才尽私 结果刚说完他的手就被力气穿过 他也因为疼痛也喊得出来 也马上回头看到了穿着黑色斗篷的人 想必不需要我多说 大家也应该能看出哈就是蒂陆克 虽然卫兵很快就出现了 但显然他们根本不是蒂陆克的对手 三两下就被打倒了 像洛伯眼看打不过就想要马上跑走 但却被锁链抓住 丢了个靠近他的耳边说道 蒙德城面包店的孩子 安东尼你还记得吗 你 你说什么 一年前那孩子被游人中征兆了 之后失去了联系 你是想你你是想找那个孩子吗 我找过这外来雇佣兵的店 把我放快到一切好说怎样 最新流行的地下斗兽禁忌 你知道吗 那是有钱人才知道的事情 你现在接下来安东尼了吗 我想起来了 那孩子因为知识特别优秀被主人特别看重了 主人他 告诉我 博士究竟在做什么 主人的目的是 无人之辈 博士 哼 雇佣合同写了 这肉机密是要消档案的 不过意外收获呢 比起那个废物 你那个神字眼 倒是十分有趣 你在说什么 哼哼哼 余性就到此为止吧 就好好磨练你那 微不足道的力量吧 再会 你的未来说不定 会稍微有趣一点 此时画面回到宴会上 迪卢克已经换了服装回到的宴会 而西蒙看见迪卢克后 马上表示 刚才或是回收了要求就离开了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闻到了奇怪的气味 但他并没有多想只是觉得太好了 这样蒙德就能和平一段时间了 那由于刚才主消的事情呢 也只有迪卢克和凯亚知道 所以他们就以安好的方式来报告结果 你还满意吗 招套伯父增长去添酒 掉上来的臭虫鼠背了 臭虫鼠背已经清理了 最难对付的恶龙 他对酒不感兴趣 嗯 神字眼 道路的人类之中 总会有些觉得自己很特殊的家伙 他们获得了神字眼 证明了他们的愿望 被众生认可的玻璃球 被众生承认 因此获准可以导出众生的元素之力 甚至还有传闻说 获得神字眼就是被赐予了神的资格 登上天空岛改变世界 随速可见的消耗零件 还致命不凡 但是他那个不同 那个玻璃球 真是有趣之急 和我的大脑一样是无可待机的特殊 不还我特地来这一趟啊 哈哈哈 回去要好好奖励一下克罗伯才行啊 这么说起来克罗伯在哪里啊 啊 对了 已经被我回收了啊 没有人加入了 没人加入了 而且还继续 词词 词